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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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Cindy 欢迎你来到这个讲故事的时间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故事是叫做 《好饿的无无虫》 作者是Eric Carr 中文翻译 郑明俊 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见过无无虫啊? 无无虫很小的 它们是绿绿的色 通常你会在那些树的叶上面 就会见到无无虫的了 小朋友 你有没有试过很饿啊? 很饿的时候 你是不是叫爹地、妈咪、家人 找东西给你吃呢? 今天这个无无虫很饿啊? 它要去找东西吃啦 那你想不想知道 那我们大家一齐听下和看下啦! 好饿的无无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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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光下一个小小的蛋躺在叶子上 有一粒很小的蛋躺在叶子上 星期天早上 暖和的太阳升上来了 星期日早上 太阳升起来了 好饿的无无虫 好饿的无无虫 一条又小又饿的无无虫 从蛋里扒鸟出来 他要去找一些东西吃 无无虫 好饿啊 他要去找东西吃啦 星期一 他吃了一个苹果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一他吃了苹果 但是肚子还是好饿啊 星期二 他吃了两个李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二吃了两个李子 但是肚子都好饿啊 星期三他吃了李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三吃了三个李子 但是肚子都好饿啊 星期四他吃了四个草莓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四吃了四个草莓 但是肚子都好饿啊 星期五他吃了五个骨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吃了五个橙 但是肚子都好饿啊 星期六他吃了一块巧克力蛋糕 吃了个巧克力蛋糕啊 一个冰淇淋甜筒 有冰淇淋甜筒 一条小黄瓜 一块乳酪 一块芝士啊 一条火腿 一根棒棒糖 一支波板糖啊 一个鸡桃 一条香肠 一块湿蛋糕 一块鸡蛋糕 吃了一个纸杯蛋糕啊 一片西瓜 那一个晚上 沐沐松的肚子很痛 那晚沐沐松的肚子很痛 很不舒服 第二天是星期天了 第二天又是星期日 沐沐松吃了一片又嫩又綠的叶子 觉得舒服多了 沐沐松吃了一片很大很綠的叶子 那我现在舒服了 现在沐沐松不觉得肚子饿了 沐沐松不肚饿了 他不再是一只小沐沐松了 他是一只又肥又大的沐沐松 他做了一间小房子 叫做简 他做了一个地方给自己住 叫做简 把自己包在里头 他在里面住了两个多星期 他在里面住了两个星期 然后把简咬破一个洞 转了出来 他咬了一个洞 自己出来 哦 沐沐松变成了一只很漂亮的蝴蝶 沐沐松变成了一只很漂亮的蝴蝶 小朋友你有没有见过蝴蝶 小朋友你有没有见过蝴蝶 是不是很漂亮呢 各位家长 这个故事书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教小朋友 你可以问小朋友一个星期有几日 星期一到星期一到星期日 还有每日无无从吃什么生果 有几个啊 那你可以教小朋友可以数每日吃不同的生果 有几个啊 还有生果有些什么颜色啊 好像苹果红色啊 橙就是橙色啦 还有你可以教小朋友如何有一个无无从 去变成一只蝴蝶的生长过程 那这些呢 都是一些很有兴趣的问题 那经过这些的 你和小朋友的沟通啊 的问题啊 那小朋友呢 在当中呢 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 还有很多在语言上表达的机会了 那希望你们大家都喜欢这个故事书啦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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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